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SHOE 今天早上才剛看完刀劍神域的劇場版 序列征戰 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在日本的好處就是可以第一線馬上看到動漫的劇場版作品 糟糕的 好了那今天這次作品啊 作畫滿點 劇情緊張 讓人猜不出其實後面的劇情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戰鬥畫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非常的喜歡 Lisa的那個新歌啊 放在最後的那個部分 讓我就是 太感動了好想再看一次你懂嗎 你們懂嗎你 好那麼其實我在這裡面不會講太多的一些 劇情透露的一些事情 我只是想說我自己的感想 在今天這一部作品啊 其實他有把VR跟AR的那種 現實生活投影出來的那些東西 有仔細的把這兩個機器的 詳細內容都講出來 進入遊戲世界跟那種 現實生活的那種遊戲的差異性 他都有特別的稍微解釋一下 在預告片裡面啊 其實我們的主角 童骨和人 童骨和人 我們的男主角童骨和人嘛 反正就叫童人啊 那我們的童人 為什麼在預告片裡面其實 還有那個有先行播放的12分鐘 其實他有特別的樣子 還有特別的說話方式 其實還不怎麼喜歡AR 因為畢竟是有點像影響到現實生活的方面的關係啊 說不喜歡還是不習慣那種程度 我也不知道 看過原作或者是玩過很多遊戲的人啊 說不定就知道 童人為什麼不喜歡AR的這個原因 會比較傾向於那個前行遊戲這樣子 有可能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不用練身體吧 哈哈哈 那在劇情裡面呢真的是無可挑剔 希望大家看到我這部影片 對刀劍神域有愛的話 一定要去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雖然這個是遊戲 但是並不是鬧走玩的 這個竹子有在這次的那個作品中 有再次的強調出來 然後 額 每個人都其實有在想說 刀劍神域跟加速世界啊 他們兩個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兩個應該之後會合在一起 那這部作品 有點算是 這兩個世界的一個中間點 大致上就把那個 這兩個作品 點合起來的那種感覺 然而在電影後面其實有一個小彩蛋 請各位一定要看到最後 其他還有什麼劇情 其實 說真的 請各位一定要去電影院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我真的很想再去看第二次了 惡說 唉 應該應該應該 我應該再過悲 一陣子才會想看第二次吧 好 那其實我只是沒有講那些 特別劇透的事情 然後 來拍這部影片 只是想要表達我自己 內心那種興奮感 看完剛看完那種興奮感這樣子 好 那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的話 或許可以在下面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想持續並且追蹤我的影片的話 或許可以在下面幫我點個訂閱喔 好 請記得一定要去看刀劍神域的 序列真章 日文就是 Soldo Auto Online Ordinal Scale 真的一定要去看 非常好看啦 好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Är 我們下一個影片 影片請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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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